所以林志堅的事情呢 後來就所謂道歉和解了 那林志堅他也承認說 他過去對於余正煌的批評 都是錯誤的 可是我想要問一下博弈 我們最後還有一些時間 討論一下我們現在的 總統大選的選情 這次我去泰國啊 大家都很焦慮 其實也不用去泰國啦 在台灣大家也很焦慮了 大家也都很焦慮 你怎麼看現在的這個選情 就是說大家對藍營的選情 非常焦慮這件事 真的很焦慮了 我的選區是大安文山 大家都知道大安文山 已經在台北市裡面的 相當藍的選區了 我們跑了所有活動 最近很多端午節的活動 等等都在跑 看到藍營支持者 幾乎不是搖頭就只在罵了 怎麼辦呢 我們也是只能說 我會把他們的消息 把他們的想法傳遞到黨中央去 希望黨中央能夠好好的 深思熟慮一下 我們基層黨員 他們真的要的是什麼 兩個字就團結吧 講南天的就團結 不能夠團結 那好歹你也做出團結的樣子 但很明顯的 好像目前黨中央跟 侯市長的反應不是那麼的積極 跟讓地方上知道 目前他們的狀況是什麼 因為目前 侯市長已經確定被國民黨提名完之後 比較沒有看到他主動攻擊的那一面 比如說我有什麼政策 我有什麼想法 我提出來作為議題的帶領者 來打造議題來創造議題 看到都是他在回應一些東西 包括回應郭董的問題 包括一些黨內的問題 到底誰見得了面誰見不了面 等等這些問題一直困擾到國民黨黨內 我只能說時間不多了 剩七個月 侯市長不只是您自己要準備好 你的團隊要準備好 危機處理是個非常重要的東西 尤其是這回幼兒園未要的事情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危機處理 你那時間我不認為你想要去掩埋 或做任何不利於孩子事 我現在絕對不會 但是你整個的時間我覺得拉的太長了 我覺得真的太長了 包括了事情已經正式爆發出來之後 你的態度占了我覺得不夠那麼的堅決 對我們而言 如果我們是一個縣市首長 我們是個地方父母官 甚至是我還想要挑戰大會選舉總統 出來我直接處理這個相關運效了 包括幼兒園所有的事情 直接我做正開記者會 把所有的案子 所有細節全部講出來 該怎麼做該怎麼查 講得一清二楚 地方上的責任完全負好 中央請中央來協助 因為還有很多檢察官 跟調查官的問題不屬於地方 但很明顯的 好像一開始都屬於靜態的處理 都還是把它歸咎於 室內的一些市政問題來做處理 我覺得太輕忽了 也太小看了這個後面的力道 很多事情就是從剛開始 你覺得沒有什麼 但是因為你覺得沒有什麼 到後來變得越來越大 變得無法收拾 而且我在想 那不是一個一翻兩瞪眼的事情嗎 不是說驗毛髮就知道了嗎 對啊 那為什麼會拖這麼久啊 他們現在說驗毛髮是調查局的問題 所以說到調查局要兩個禮拜 中央法我覺得OK 但問題是 你是否是應該出來 開個記者會 完整的講清楚 新北市政府的流程是什麼 它的流程是什麼 然後什麼時候可以驗毛髮 然後誰會去負責驗 然後什麼時候會驗出來 然後這個時候立法委員就可以要求 中央部會加緊速度去驗嘛 因為中央跟地方 大家本來就是互相支援的啊 因為如果我是立委 那我知道這件事情的話 那我一定開記者會要求 你們要速辦嘛 沒錯 我要求你速辦 因為我們現在如果只能用 透過驗毛髮知道結果的話 因為你那個驗出來 像目前我看到新聞裡面 八個孩子裡面 有有有 八個孩子裡面沒有 有七個人都是在背景值裡面的 那那個背景值到底是有 還是沒有的話 你要驗毛髮才會知道 那個最detail的 有可能因為時間久的關係 也有可能他就是其實真的有 有可能沒有 不確定 那你驗了毛髮 你就會知道是不是毒了 那有其中一個是超出背景值的 所以那個一定是有 那那個是不是他家人 那個人的那個血統 那你就要去調查說 那個血統的家人是不是有藥物 裡面是有含那個成分 因為本巴比安有可能在咳嗽藥 有可能在腸胃藥裡面都會有 對對對 他的那個被餵藥的血統 疑似被餵藥的血統的家人 他的用藥背景是如何 對他的家 他是不是有給他 本來就有請老師 請他吃那個藥 因為這個差別在 如果是家長請老師給學童 去服用那個藥物 老師他不是醫師 他本來就不會去檢查說 那個藥裡面是什麼成分 可不可以給那個小孩子吃 是以家長為主的 那如果家長提供的藥物裡面 有含那個成分的話 那個有問題是家長的問題 不是老師的問題 跟遠方無關 對啊 但是那其他的孩子他們是 到底是在背景之裡面 還是你們平常餵的藥水裡面有含 那這個東西就是要看要 是到底在什麼流程裡面 可以最快速的讓我們知道答案 沒錯 大家現在想要的是一個真相 是一個答案 而不是好像有人說是這樣 有人說是那樣 對 其實到現在 你說真的就是有老師餵毒嗎 我覺得好像還是一個問號 還能減掉出來答案才知道 對 還是一個問號 連偏綠的幾個醫師的說法 我看都不一樣 沒錯 但問題是現在這個案子 不曉得到底是烏龍 還不是烏龍的情況之下 我覺得侯士長已經受重傷了 因為身為新媒體市長他 他還是沒有辦法在之前就很完善的 至少把過程講出來 我覺得是他的團隊可能要再更努力一點的地方 這絕對是個大案子 要知道 孩童的安全不只是家長的感受到 我們甚至還要考慮到 如果這個案子是真的話 那是不是台灣很多其他各地的幼兒園 都有類似的情況 這是一個很大的案子 我小朋友可能送去了 可能因為吵鬧 所以老師就問他是一個 可能相對的是有安眠藥成分 然後好好的睡個覺 這個事情是包括 由淑惠議員有提出來 我印象中我在市議會有提過 是說幼兒園應該要加裝監視器 在公開 就是說分成是老師自己的休息去不用裝 但是在公開的場域要裝 沒錯 因為小朋友他其實不是那麼會表達 沒錯 所以你很難你到時候 你去找證據的時候 其實你是找不到的 可是因為像私立幼兒園 他們可能就公私立幼兒園 也都會 老師會覺得自己在那個被監控的情況之下 工作他們很不開心 所以有碰到蠻多的阻力 可是你看你一旦碰到這一起事件 你就發現了 如果從頭到尾 他是有監視器畫面的 你今天新北市政府 你要說明起來是不是簡單很多 沒錯 我不要去講說一定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不一定會解決 有些人還是照做 可是你今天公開出來 處理這個案子的時候 給大家看畫面 那就比較快可以得知更多的資訊 沒錯 這個也是另外一個要講的部分 就是大家知道 侯市長可能昨天 昨天晚上才跟家長 又做了一個面對面的會談 第二度的會談 在會談當中 他沒有讓一些媒體記者進去 這個部分我是可以理解的 就是怕媒體進來 會讓現場很混亂 甚至有些家長實際上 他不希望曝光在媒體之下 但是在現場裡面 他不允許就是 家長那些人們錄音錄影的動作 他們不允許 這部分我覺得就沒有必要了 因為你心裡是 政府在現場一定會有人錄音錄影 你自己都有錄音錄影 那你怕什麼別人錄音錄影出來 你做了很仔細 而且你公開直播都可以 都可以 現在這個時代 就是盡可能讓更多人知道更多的資訊 家長會想要知道的事情 外面的人我們也想知道 那你跟家長溝通的事情 如果我透過看直播我知道了 那我知道你講的事情 我就有道理 那我上電視 我就可以幫你解釋了 不是更快嗎 沒錯啊 我能夠理解他們覺得是 可以讓開會時間變快 因為第一場也是封閉的會議 開了開150幾分鐘 開了很長 如果有很多人進去 我相信時間會更長 但問題是這種大案子 我老實說 時間長短不是重點 重點是讓民眾看到你 新北市政府處理這事情的態度 投友以上的態度才是重點 我就是不避責 我就是不閃責任 我就是該怎麼面對 就怎麼面對 民眾想要看到是這個 因為畢竟事情已經發生了 究責當然需要 但是後續你的態度表現 跟怎麼處置 才是民眾更希望得到的訊息 但這個部分 我覺得侯市長團隊 感覺處理起來 還是有點綁手綁腳 這種做法 我覺得對於民眾而言 我覺得不一定是加分 他們再好好想一想 接下來選舉還有七個月 一定會碰到很多很多 也許是更嚴重的案子 所以你必須要做好準備 怎麼樣危機處理 怎麼樣讓民眾 找回對你的信賴感 我覺得侯市長跟侯市長團隊 要再努力一點